我们有智慧 有智慧的心 为家人代求 有的时候是我们直接 把神的恩典带给家人 有的时候神会 借着我们的朋友 来到我们家 我们要好好做一些接待 神也会借着 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 来祝福我们的家人 也有的时候 会透过牧师师母 去探访你家里 所以我们一定要预备这颗心 迎接弟兄姐妹 来到家 你也可以刻意的安排 你也可以顺其自然 把你家的客厅 大小不重要 你可以把你客厅 邀两三个朋友 像个小组 你也可以把你的客厅 邀一大群人 二十个人 如果你客厅大 所以这需要智慧的心 当你决定几年几月几日 要在你的客厅 有两三个人 一起奉主的名聚会 那么你就为这个日子 好好祷告 好好预备 那么也可以预备一些丰富的茶点 那么也无心中 早一点为家人祷告 盼望那个日子 那个时刻 他们不要出门 留在家里 可以听到我们唱诗歌 可以听到我们祷告 也为他们祷告 而且弟兄姐妹 也需要有智慧的心 祷告的内容 要更多的祝福 那至于缺点 至于一些破口漏洞 家庭中的需要被翻转 我们需要一些循序渐进 拆除偶像 也需要 在拆除偶像之前 有足够的为他们这个家代求 这样一步一步的 让圣灵来工作 就能够让这个家 早早保得神的慈爱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家人没有早早保得神的慈爱 那个关键点在哪里 其实在我自己 因为过去 虽信主 可是属灵知识不够 属灵信心不够 而且太急切 而且言语没有礼貌 很多很多的因素 造成了我们成了 家人或福音的盼角石 这个时候 只要我们来到神们面前 好好地认罪悔改一下 刚刚已经讲了 只要在耶稣保险底下 圣灵就会动工 我们就在圣灵动工底下 接下来 你就期待吧 就像我告诉大家 像上飞机 你一祷告 你就是跟神宝座连接 就像上飞机 一上飞机你就要想 我这个祷告 我坐上飞机 即将要有奇妙的事发生 一定会在我祷告之后 圣灵的风开始吹起 有的时候 这个飞机飞得很长途 有的时候飞机是短途 总而言之 要有对神的期待 因为神 就是使我们欢呼的神 神的名字就是欢呼 神的名字就是喜乐 极大的喜乐 永恒的喜乐 叫永乐 我们如今地上人 过得都是快乐 偶尔风平浪静 过个生日叫快乐 基督徒稍微好一点的 会有得力量叫喜乐 有一天 在永恒的天家 大团圆 那么我们地上偶尔的欢呼 到了那一天 是永远的欢呼 永远的喜乐 也不觉得累 而且美 而且满足 到永永远远 这是神给我们的命定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爱我们 爱得完全 爱得无微不至 爱得我们的生命中 蒙你的活水 不断地滋润 而且在我们生命里 有欢呼 有喜乐 主啊 谢谢你 让我们不但与你的宝座连结 而且知道 你是非常慷慨的神 你愿意把你自己 完完全全地 借着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为我们死而复活 已经赏赐给我们了 主啊 在你神国度里 你就是喜乐 你就是智慧 你就是平安 你就是 那个一切的美善 你岂会 不乐意赏赐给我们 你自己呢 主啊 你的名 就是我们喜乐的泉源 你把你自己 赏赐了给我们 天父 你完完全全地 愿意 抱抱我们 爱我们 而且 也愿意成为 我们的心上神 主啊 一个人 在谈恋爱的时候 有心上人 昼夜都在思想 你的爱人 你的恋人 那么 神成为我们的心上人 我们多美啊 多甘甜啊 爱就会产生 无穷爱的力量 爱就会产生 无穷的创造力量 谢谢主耶稣 爱我们 谢谢天父 爱我们 谢谢圣灵 愿意 在我们的生命里 涌出活水的江河来 在我们生命里 动奇妙的大功 谢谢主 给我们成道弟兄姐妹 都成为极其勇福之人 求主也吸引呼召 更多更多 那爱你名的人 有一天 来到成岛里面 跟我们一起翻转 一起更新 一起为教会祝福 一起家里蒙福 谢谢主 垂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这也没想过 健康 陽春 宇宙 镇宙